据报道,这世纪埃及安全部队对伊斯兰武装分子发动空前攻势后,双方爆发的又一次冲突,交火发生在西奈北部城市阿里什的一家警察局外。 就在此前一天,埃及安全部队对盘踞在附近村庄里的武装分子发起了轻角行动,击毙20多人,以回击武装分子近日对边防检查站的频繁袭击。 据信武装分子5号对西奈半岛一座边防检查站发动袭击,造成16名埃及士兵丧生。